第三个是痴 就是无名 为一切烦恼的总项 经典在解释无名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无名也可以叫做无知 但是他这个无知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他知道的不正确 我们来看 无名为一切烦恼的总项 就是把所有一切烦恼 如果我们讲见爱慢无名 无名是一切烦恼的总项 总项就是说 所有的烦恼其实都从这个根本出来的 如由此而分别起来 属于知的谬误是见 属于情的谬误是爱 属于意志的谬误是慢 一切烦恼总不外乎这一些 那么这里导师用所谓的知情意 来讲烦恼 这个是西方 这个所谓 学者的说 就是很有名的康德 康德认为心理的活动 康德是德国的一个所谓的认识论 或是维心论的一个哲学家 他认为心理活动主要有所谓的知情意 那佛法里面讲的心理活动 其实是受 想 行 那心是事 受 想 行是心手 心手就是心理活动 康德认为 康德对这个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讲的知情意 基本上就很多都是用这样的说法 那导师就是把这个知情意 跟佛法人这一些烦恼 那么因为凡夫的心手 基本上都是跟烦恼相关的 没有不跟烦恼相关的 都跟烦恼相关的 所以用这样来配 我们来看 他就是把这个康德所说的知情意 跟所谓的这里的见爱慢 来比对 那这样的话 知的谬误是见 情的谬误是爱 意志的谬误是慢 那如果要跟五蕴的心手比对起来 那受 想 行 受 这个 这个想基本上可能就是 这个知 这个思就是思受想思 思是意志 那这个是慢 就是我们讲的知情意 那这个受就是情 如果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来比对的话 五蕴有受想行 这个是心手 那西方哲学也叫做知情意 如果这样比对 好 那他从这里讲到 一切烦恼的根源 见爱慢 他是根源 那凡夫心手 都是跟烦恼相应的 一切烦恼总不外乎这一些 每一个烦恼都有发业以论认的功能 那么就是你起烦恼 你就会怎么样 让你去造业 造作业 造作恶业 那所以做作发业 有烦恼就会发动 让你去造业 所以思思审立决定动发 那么你就可以去造业 那起烦恼就会造业 那造业就会赶果 赶生死的果报 所以他这样你就说发业论生 论生就是你会感召 你会有下 死了之后还会再生 生了之后会死 死了之后还会再生 那只要有生必定有死 但有死不一定有生 生一定会死 但是如果你有烦恼 你没有把烦恼断尽 那么你死了你就一定会生 凡夫 凡夫生一定会死 死一定会再生 只是生到哪里去 生的好不好而已 那如果是胜者 出果 恶果 三果 死了还会再生 出果最多有七次 那么恶果一次 那三果半次而已 就我们讲一次 如果这个恶果就两次 那出果可能就十四次 如果是这样 就是三果到五果半天 就生到五果半天 就生那一次 他就不会再生了 不在哪里入内阪 那如果阿罗汉呢 这一次管了 不受后勇就不再生 所以圣者 圣者的话 阿罗汉是不再生 叫无生 那其他的出果 二果 三果 都还会再生 但是因为他们的烦恼 比较薄 而且有些已经断了 所以他们的次数是有限的 那凡夫的话 生一定会死 一定会再生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终止 不知道 没有停止的时候 除非你把果件断掉 把烦恼的根本断掉了 才开始有停止的时候 出果最多就是七次人天往返 就十四次 最多最多 他一定会 一定会不再生死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有发业也论生 那论生一定因为业 业一定因为烦恼 烦恼的根源就是什么 就是无明 无明就是指你不知道无我 主要是这样 不知道无我 所以有我见 有我见 所以有我爱 有我爱 有我所爱 因为我爱我所爱 就照散恶业 那么就有发业论生 就是这样来的 把你说清楚了 那所以既然是因为这样有生死 那我们要怎么办 第一个 第一个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客制让自己不要造重大的烦恼 你要让自己都没烦恼 那就是没有办法 你要让自己都不造业 那也有一点困难 一开始要先学会控制 克制 这个是要先的 不是说我学佛了 那我知道了我就不洗烦恼了 知道烦恼不好我就不洗烦恼了 你知道吗 但是所以刚才讲的 要常常提醒 要学会克制 克制完了之后 然后要让自己一部分克制烦恼 不硕硕生起 一方面让自己的心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力量 培养自己的力量 就好像一方面是要抑制病菌 一方面要吸收营养的地方 营养的东西 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然后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这才是叫做双广齐下 一方面克制烦恼 不要让它硕硕发生 不要有重大的烦恼 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营养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那这样病就容易好 而且不容易在身边 那烦恼是就是让我们痛苦的 烦恼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做到不起烦恼 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不让烦恼扩大 一直延续 我们可以控制烦恼 克制烦恼 把它缩小在一个范围里面 让它不知为大化 然后在这个部分 因为你要处理烦恼的时间 精神体力过大 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增长之后 所以你在烦恼危害不大的状态下 努力增长自己的戒定位 戒定位升起来 就是一开始要努力除草 下过瘾草长更快 境界来烦恼更多 所以要努力除草 除草的当下要马上种树 树长大了 树越来越大 草就越来越少 等到树把所有的地都盖住来 草就不太长 就算会有也只有几棵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在还没有很多烦恼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学习佛法 那么勤修戒定位 那烦恼来了要学会克制 那要知道怎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是我特别容易起什么样的烦恼 就要繁范 就是要繁顾 你要繁范让自己 我如果针对这种人 特别容易起烦恼 我知道不好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 那你就要离境 不能离心就要先离境 唯有办法消除就要先学位控制 那这个是一个原则 那这样一阵子就好了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那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一有烦恼就求观音菩萨 一有痛苦就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也不知道要去克制 你不知道烦恼是从你内心生出来的 那你永远唯一的办法 就是念菩萨求菩萨 念佛求佛 那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 他说每一个烦恼 都有发业与润身的功能 也就都有极其生死的力量 就是所以会不断的生死人为 生死人为 都是这样来的 但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呢 在世帝的说明中 以爱为本 以爱为主 因为爱是懒着而起苦的根本 其他经问总是说无名为本 就是渣阿汗心 那讲到世帝的时候就以爱 因为世帝是苦极灭道 极事业 那这个业怎么来的 是由爱而来 他是苦因 极就是苦因 那苦因是由爱而来 一般叫做自己爱 禁戒爱 那有讲到四种爱 就是我们学校 因为他这里讲到 他这里是在告诉我们烦恼 主要两个 一个是贪阿 一个是无名 贪爱跟无名 那这两种到底谁才是根本 两个都是根本 这个叫做一体两面 没有哪一个先 没有哪一个后 你说无名最先爱后 不是 无名一定会起贪阿 贪阿一定是一个无名 这是一体两面 没有先后 没有轻重 那所以一般叫做无名为父 贪爱为民 那这里说到 导师讲到 这个生死 生死 我们之所以有生死轮回痛苦 主要是因为两种烦恼 一种是贪爱 一种是无名 就是我们讲的见烦恼 爱烦恼 那经典里面 经典里面 那么主要是以无名 说的比较多 那么讲世帝的时候 那么就讲到以爱为主 那所以生死痛苦的根本 那你说那到底是贪爱还是无名 两个都有 这是一体两面 那爱 爱就是讲到苦疾灭道 苦就是生死 疾就是苦因 那灭道就是灭这个苦 灭 灭就是苦灭 道就是灭苦之道 这是世病 那苦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生死轮回的苦 这个苦 生跟死 这个是轮回 那生跟死当中有什么 老 病 老病 会老 会病 老苦 病苦 然后还有怨证会 爱别离求不得 这些苦 那加起来就是八苦 总说了五应四身 一般是怎样 生 然后生跟死当中 有所谓的老 有所谓的老 病 那这生生死长老病 然后怨证会 爱别离求不得 爱别离求不得 那其实是七种苦 那这个都是因为有这个五应身心 这个生死是有五应身心 那么五常一直不断变 所以说五应赤胜 因为五应赤胜 所以有生跟死 因为有生跟死之间有老病 因为这会爱别离求不得 那一般就把这个叫做八苦 T是这样 那这个苦因 基本上是因为爱 苦因是因为爱 那这个爱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有四种爱 我看这里有没有写 好 没有写 那我们应该把它讲一下 爱为根本 那它就有所谓的 如果从爱来讲 它有所谓的自体爱 后有爱 后有爱 贪喜剧情爱 跟比比喜乐爱 有这四种 如果从生死苦因来讲 比比喜乐爱 比比喜乐爱 那这个 这个自体爱 这个是对于现在这个身心感着 其实就是有我性有我爱 对这个自我的身心感着 那么这个是自体爱 就是懒爱现有的这个 这个五蕴身心 后有爱就是渴求未来 希望我死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 渴求我未来永远存在的 这样的这样的爱 这是后有爱 那贪喜剧情爱 就是对于现在 已经得到的境界 卵卓 我拥有的 我现在所拥有的 那我的生死 我的房子 这些 我的家人 我的什么 这些卵卓 那比比喜乐爱 是对未来 我希望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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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还没得到的 那希望有没有 那这些统称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 叫做世爱 好 那这个就是苦因 如果我们从生死的根本来讲 有两种 一种就是 从爱这一方面来讲 一种是从无名这一方面来讲 好 那他说从世帝的说明 以爱为主 其他经论 那么总是说无名为主 尤其在讲十二元起的时候 十二元起 什么是写的 无名 无名元起 行元是四元明 四元明 四元明 六元元起 这无名是放在最前面 那讲世帝的时候 爱是根本 那其实这两种都是根本 现在讲这个道理 好 所以其他经论无名为本 我我所见为本 讲到无印的时候 那么也是因为 无名 什么叫做无名 不知道五一无我就是无名 那不知道 不知道我过去怎么样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知道 那也是无名 好 那无名为本 我我所见为本 这可以举一个批 导师举一个批 导师举一个批 他说 好像有一个人 身陷在荆棘片部的生草丛中 荆棘就是很多次了 那你在里面 动辄得救 就一下子碰到 就吃到吃到会很痛 那问题是 你身在这个荆棘当中 已经很辛苦了 要出去已经很辛苦了 你眼睛又被门起来 你都不晓得 刺在哪里 哪里有刺要怎么样 闪开要怎么样弄 不知道 那么怎么也不得出来 那眼睛被门闭了 就好像无名 荆棘草丛都障碍 就好像爱 所以 经中说 无名及爱 为生死的故名 就是因 那一般 这个是一般 我们会说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这里的经 这里的经 我们来看 一般 一般是这样 杂阿函心里呢 杂阿函 他是说 无名所盖 爱解所行 就是无名跟爱 所以他没有说 哪一个村 哪一个圈 哪一个座 哪一个为主 这两个是一体能源 无名所盖 或是无名所父 都一样 无名所盖 然后 爱解所行 解也是烦恼 爱解所行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心 我们才会有生死 那么另外 这个是266间 杂阿函 另外有一本 另外一个294间 想得更清楚了 这294间 就参考 他说无名所父 所乎跟所盖是一样 爱原所行 到底是一样的 到底是一样的 爱原所行 他说得此事生 才有这个五名生 就出生了 比无名不断 爱原不尽 假设 你没有把五名的 弹爱断掉 生化一命中 繁护受生 死了之后 还有下一生 还射身 故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脑苦 只要有生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生老病死 幽悲脑 没有办法离这些苦 这个如果我们要把 验正辉 验正辉 爱别离 求不得 基本上就是幽悲脑苦 生老病死 幽悲脑苦 那这个是 这个是 所谓的无名跟爱 那导师这里说 这个无名其他爱 为生死的父母 其实也是这样 财华灵本不得 苦生本经 那就是 有能够出生 那大圣经典里面 路人前经里面 贪爱 名为母 无名名为父 也是 也是 就是依这个阿含经 的道理来说的 他说想要 但是现身 现身在荆棘重造中 想要从中出来 眼目门闭的解脱 最首要的 就是你要先把 你要走出来 你要先把 让眼睛看得到 你才知道怎么走出来 所以理解到 无名为生死的根本 而解脱生死 主要是智慧的力量 所以佛教最重的是智慧 佛教最重的是智慧 那么佛法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也在于智慧 戒跟定都是共外道 戒定精进 信 信进念定 然后精进 这些 这些 基本上很多都是共外道 只有智慧不共外道 当然外道也有智慧 但是没有解脱的智慧 因为他们没有清楚认知 生死的原因是什么 佛陀把它说出来 所以无名不是说什么都不知 反而是充满弥谬的知 其中最主要的是不知无我 无我所 所以有我爱我所爱 我见我所见 而只有自我 执着我所的一切 这个就是我见我所见 只要有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有我见我爱一定会造作生死之焉 所以无名就是予予无我 就是阿安经里面讲的 什么是无名 不知道无印无我 就是无名 那讲了很多 但最主要是这个 不知道佛法生 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夜报 不知道善恶 不知道世地 不知道有罪无罪 不知道善不善 这个都是无名的罪名 其实就是无知 所以他这里讲 但是无知里面 就是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里面最根本的 就是不知道无我 不知道一切法是缘起的 无我的 无自信的 从直见来说 就是我我所见 我是主宰的意思 这个我印度人 就是一般来讲 叫阿特曼 阿特曼 他基本上是自信的意思 神我 这神我有三个概念 一个就是恒常 一个就是独一 一个就是主掌 这三种是神我的特性 那佛陀就从这三种去分析 一切法都缘起而合的 不是独一的 所以他无我 缘起故无我 一切法都会变的 不是恒常的 所以无常故无我 一切法 无常就是说苦 会变的他就会苦 就好像我们健康变生变 那么年轻变老 生变死 那么他就会苦 苦就不能主宰 不能主宰就无我 所以苦故无我 无常故无我 苦故无我 缘起故无我 那么这个是从所谓我的特性 就是这个意义上 那么去理解 其实 其实是无我 那我 有一个意思是主宰的意思 主就是自己做的主 所以经典里面常讲 无常故苦 苦不无我 如果你能自己做主 你还会让自己受苦吗 那你既然做不了主 要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你都做不了主 那你还能说 有一个恒常不便 可以做主的我吗 那是没有的 所以宰是由我支配他的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支配自己 所以我我所见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使一切从属于我 我所有的 我所知的 我所知过的 一切想以自己的意义来决定 众生在有意无意之间 却是这样的 因为一切的活动 你想要决定自己 那你想要 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想希望这个希望 那么日常生活里面 你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 而且这个自我 其实一定是站在保护自我 那么爱惜自我 那么执着自我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下不断发展 那你说 那每个人都这样 不就是这样吗 那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一直在生死当中 那你先要把这个观念 先拿掉 你要知道 其实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那个我 不是这样的 但也不是死了后 什么都没有 那个是断面 也不是死了后 灵魂脱体 然后再投胎 那身体会变 灵魂不变 那个也不是这样 好像换一件衣服 今天做牛做马 穿牛皮狗皮 明天做人 穿人皮 那做男的 那么换上男装 做女的换上女装 这个做非洲人 黑色皮肤的 换一件黑色的大衣 做白种人 换一件白色的大衣 做黄种人 换一件黄色的大衣 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习惯上是这样的 都以为 我们的我的观念是这样 那先要把这个概念稍微想一下 其实大部分的佛教徒 没有去思维 五一五我的概念 没有 他想的就是 怎么样让我未来更好 即使要往生净土 也是站在很强的果件上 以后到极乐世界 皇军夫妻 怎样怎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还是站在很强的果实上 果爱上 要去往生极乐世界 那其实佛法告诉我们 生死的根本在 果切果爱 那其实佛法告诉我们 所以你要从 无我 离我见我爱的这个目标下手 所以我们不是都在读心经吗 心经告诉你 你能够离一切苦恶 主要是因为你能观照五义无我 能够照见五义皆空 你才能离一切苦恶 那这个才是佛教讲的根本 好 所以他这里在讲 那么我们确实是这样 以自我为中心 鞏固自我 然后再生我 再生我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 统色一切 那么他说 当然就是大出财者 大独裁者 连西方的上帝在里面 都不会完全成功 西方的上帝 其实是大犯天 不要说大犯天 大犯天才是社界的出禅天而已 上面还有二财 三财 四财 那社界上面还有无社界 那么基本上都在生死中 没有办法出生死 那你是人 但是你在欲见 但是你正出我 你是决定可以出生死 你出了欲见 在社界无社界 但是你不知道五义无我 你没有欺负五义无我 你依然不能出生死 所以也是如焦如漆的揽灼一切 他说这是一种凝聚的强大向心力 这样活动所成的力量 其实就是焰 就是招感生死 而造成一个个众生自体的力量 就人来讲就是五义 但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五义 像无社界的他就没有 色受想形式 他只有四 他固定的五义 那众生自体 本没有不变而独存的自体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呢 因为佛法是在印度 印度 印度当时佛陀时代的主流就是 废陀经 那佛陀当时也有奥义书 那奥义书的思想已经在流行 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废陀人 也是以为奥义书是圣经的 那奥义书就讲 阿特曼有一个神我 那这个神我就是我们刚才讲 他有主宰性 能够自主 有实体性 他是有独一 那有固定性 他很惨不变 他有这种概念 但是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不能得解过的 那印度人认为 你只要修到 跟饭一样 小我进入大我 叫做犯我 你就得解过 但是佛陀发现到 这样其实没有解过 还在生死当中 所以才会强调 这个其实还是生死 所以讲到没有不变而独蠢的自己 如外道所说的神我 有时候叫犯我 有时候叫大我 灵性 那中国是讲灵魂 那甚至中国讲的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魂 后来 有时候讲灵 有时候讲魂 有时候讲魄 就是有时候讲魂魄 有时候讲灵魂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受到有一些道教的 道教的影响会讲人有三魂七魄 那这种三魂的观念影响我们很深 我们受到比较深的影响就是一个人有三魂七魄 第二个就是人死就会做鬼 那这种观念其实影响我们养神的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会魂魏破山 然后就是你一般像魂魂前 就我们会以为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有三条灵魂 那如果你失神啊 吓到灵魂灰一条出去了 还是破灰一条出去了 要把他收回来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人死了之后 那一条灵魂在神主牌那里 那一条灵魂一条灵魂在死的地方 那一条灵魂在坟墓那个地方埋的地方 那这三条灵魂 那以前我还是这样认为的 还没学佛的时候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根深地步的观念 那有很多比如说你在那里死 那你就要去那边招魂 把那个魂引回来 不然他也不知道要回来 当然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死了 确实不知道自己死 也有这样 那么他会在他死的地方磨练 确实也会 但其实没有所谓三条灵魂 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意思 那因为他 他那个叫做异生生 还有这样 有时候叫中异生 刚死的时候 刚死的时候还不是鬼 鬼是已经投胎了 那刚刚我们都 我们都认为就是 他在做鬼还有投胎 没有鬼是已经投胎了 那死的时候不是就是鬼 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 死了就是做鬼 所以不管谁死都要给他死死 要拜咖啡饭 每天每天要给他 供饭供菜让他吃 不然他都会饿 其实我们是很根深地固 射出一些影响的 那如果照我这样讲 那只有中国人死了 比较幸福 外国人都没有在拜 那些死了他们都饿鬼 哪有可能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受到 中国这种传统 即使佛教怎么也一样 佛教怎么也一样 都很受到这些影响 死了就做鬼 其实死了还没做 死了如果你有三月有二月 你就去投胎了 那你投胎 你如果做不好 你才有可能三月到中国 鬼到 那你如果已经投胎做鬼到 那个已经投胎了 那投胎就是寿命你要把它走完 就像你做人 那么你就要50岁 你就要50岁死了 你才可以再重新投胎 那你如果做牛 那这条牛死了 你才能够重新再投胎 你不能够说我做鬼投胎投胎 没有这种的 然后做鬼 然后过奈和桥 然后再看你要去投胎做哪里 没有不是的 鬼是六道之一了 没有投胎的状态是中阴生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 即使是佛教主 还是那种道教的怪物 所以死了 你看佛教有多也是这样 死了就 就给他引文 揚帽之后 然后用了他做鬼 就给他拜饭 很一样 然后一菜六饭 然后再跟他送天 然后叫他赶快去投胎 到哪里到哪里去 这个是佛教参道教的 然后有些还要烧浅 像我们很多佛教徒 现在不烧紫浅 烧什么 烧往生浅 烧莲框 还不是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变相的 换不换掉 这个都是佛教参道教的 佛教其实没有这样子 佛教告诉你 你死了那个时候都很难改变 你要在还没死之前 你要赶快照你的散热业 那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死了没有多久 就去投胎 只有极少部分 那种散热业不定 就是散热业差不多差不多 那还没有决定要投生哪一道的 这个时候才要经过好多天 那最多最多一般来讲是49天 所以才有做七 那确实大部分的人 如果七天是一个关键 但是如果你善恶业 比如说你是佛教主 常常都是持五戒 偶尔还去受八观戒戒 那有布施啊 就是你有布施持戒行善 其实你死了 如果你的善业很强 天人马上 如果你的善业很强 天人马上把你接去了 天人是会来接你的 那如果你的善业 天人 你是有善业 你有升天的业 但没有那么强 那么你也不久 你就自己会升天的 其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的二业很强 那很快你就直接过三业道去 那也不用等那么多天 不用甚至你第一个七都还没做 你就投胎去了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 那少数少数的人 善业业不决定 因为大多数的人善业决定 二业决定 照二业的人 你也没有做七业就是不用了 他大概在七天以前 他就投胎去了 照比较大的二业 照比较大的善业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你说 你平常的时候 你就要为自己激功脸的 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 我死后会去哪里 我死后有没有人住面 我死后有没有人帮我做跑会 有没有人帮我做轻 这个事情 你不用担心这个 有没有人跟我拜饭 有没有人烧钱给我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种东西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佛教徒 虽然是信佛 可是观念都是道价的 人死为鬼的观念 甚至有所谓三文七文的观念 还是有所谓的观念 其实佛教不是这样说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没有这个神我 没有这个灵性 只是这个身心 那么我们这个身心结构 然后在佛法上 偏重于心理的叫做五蕴 偏重于生理的叫做六处 偏重于物理的叫做六界 五蕴色受想形式 只有是生 心有受想形式 所以偏向于心理 心理上的 六处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这个身心 眼耳鼻舌生意 眼耳鼻舌生 或是生物子 地是心 所以偏重生理感官的 说明六界 地水火风空事 地水火风是偏向物理的 包括空 那是是心 所以偏向物理的 那么身心的结构 从不同的层面去说 那没有那个神我 只有身心的弧动 由于我所见 我我见跟我所见的直取 你直取有我 然后就会有我所 那么才生起自我的错觉 你就若有若无 认为有这一个我 那这个其实不容易断 但是不是不能断 其实可以的 有一种恒常自在的错觉 由于我我所见 射取的缘故 就会造成像心力 而凝聚成一个个的字体 那因为你这种见不断 那么你现在就在凝聚下一个身心 其实是这样 但是这是从业力招感的 而业力是有局限性的 你这个身心是业力招感的 那业力有它的时效 比如说一个人80岁 顶多 顶多120岁 那再多160岁 他就会 因为它有一个时效 那一只蚊子一个礼拜 顶多14天 一只猫 10年顶多15年 一个人顶多150岁 120岁已经很多了 那一只蚊子14天 最多最多 我看不会超过一个月 那就一定要没有 有的更短 有的更短 一天 浮游 一天 那有的很长 那像乌龟啊 这种 有些都很长 150岁 那有的更长 有的更长 那这一些 这一些生物里面 那么各式各样的都有 甚至有一些 假设它不被吃掉 它也不会死 它有这种生物 那生命 种种 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都有 那 寿命有长有短 但是都在业力的范围底下 它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经过多少时间 那么就业尽而死 照理来说 最长的 最长最长的 是无间地域 无间地域 有些超过八万大截 往上最长的 就是散烈旅院最长的是 非想非非想 是八万大截 但是 底下最长的 山洞道里面最长的 大概就是无间地域 无间地域有些超过八万大截 但是它还是会出来 还是会出来 还是有时间性 那 所以业尽 时间到 就死亡了 这个叫做受尽 命尽 但是也有一个伏尽 即恨死 就是说 你的寿命还没尽 但是你的福报尽 那么你也会提早死 那么如果你的寿命已经尽 但是你的福报非常大 那么你的福报也会延长你的寿命 会延受 你本来应该要活到八十岁 但是你修了很大的福报 救了很多人 你就会延到一百岁 就有这种可能 你本来可以活到一百岁 但是你缺德 那么又怎么样 又照很多月 你可能会减瘦 减到可能四十岁六十岁 就不一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福庆 所以有受庆而死跟福庆而死 还有一种叫做恨死 恨死就是 你不该死而死 那个就是什么 有病不堪 你认为这个 这个你只要虔诚拜神 那么病就会好 结果就这样死了 就是冤枉死了 那看到车子开过来 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念佛 认为你就可以闪过去 结果就被车撞死了 这个都愚痴而死了 那经典里面都有写这个 叫做什么 你本不该死 也不是受尽 那么也不是福尽 就是因为你愚痴 然后你就死了 那这个叫做恨死 那恨死在这个药诗经里面有讲 有很多种 那基本上最早讲的恨死就是 你可以不死 可以不死 但是你自己不必 那么吃饭吃太多 不吃太多 那么或是吃了不消化 然后吃了不排泄 那反正从种原因来 应该要注意你不注意 那么要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然后这个不开心的东西一直吃 那么这一些都会造成恨死 那其他的就是你受命境 那么你就要走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福报境 那现在的人 有四大部州 南山部州 北聚如州 东圣神州 西远后州 只有北聚如州 活多少岁就多少岁 不会少一天 其他部州的人 都是少少少少出 就是很少有活到逐岁 大部分都活不过逐岁 为什么造业的多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活超过的 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活到八十岁 但是因为他福报修的多 他善良造业到善业到的多 所以加了二十岁活到一百岁 那也有这样 但这种人比较少 多数是活不过的 好 那这里是讲到所谓的受盡 命受盡而死 服盡而死 急不该死而死 恨死三种 他说 但我我所见为本的烦恼 还在发挥他的统色名气力 你不管你怎么死的 你就会再生 除非你把生死烦恼断掉 生死烦恼的根本断掉 生死烦恼的根本断掉 生死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我爱 所以因为这样 死了之后 就会再生 又引发另外一个业心 展开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照善悦 就照善道 如果照恶悦 就照恶道 不一样 众生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死生生死 永远的相续下去 成为流转生死 忙无了情的现象 听起来很可怜很可悲 不过因为我们遇到佛法 我们有转机 就是说我们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脱离这样的困境 因为现在我们遇到佛法 而且我们有听闻 原来生死的根本是这样 那么我们有努力 我们有出离心 那么我们也努力 那么他就开始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 其实是这样 那再照做善业 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可以解脱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时间到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你此功的 顾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各位谢谢